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就是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电梯里有等效人 所以你跟那个领导两人是等效的 就在这一个小小的天地里 你俩是平衡 你不要矮三分 抄在电梯外都是不等效的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游蜜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在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荷兰等国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及译文 本期节目赵启光与您共同探讨 《念梯里的那一分钟》 普鲁斯特问卷 您好 赵老师 我想问一下您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呢 教授 我想问一下您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在上大学的时候 百米赛跑取得十一秒的成绩 您心境怎样 心境如水 身心健康 沉门如是 沉心如水 您在职场中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留给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应该更多看一些书 多欣赏一下自然 但是我用在事业上的时间可能过多了 您认为哪一种美德是作为领导认可的 为公司或为学校招想 为你的单位招想 您觉得在性格上 您的哪个特点 在职场中觉得您更有优势 超脱现实 真教古人 您怎样选择职业的 我小时候的我父亲说 天下最好的职业是当教授 有寒暑假 还可以见学生 今天跟大家能在这聊天 我有个暑假 能到这来 这证明我父亲是对的 按电梯有什么样的讲究 按电梯的方法 我还有一个故事 我看过一个书 《田中角融自传》 80年代 70年代 中日恢复正常关系 日本首相田中角融 是到中国来 中国当时有田中角融热 田中角融是从一个边缘的地方 叫越后这个山区到东京 搞建筑 他在一个小建筑行工作 他到一个大建筑公司 去做事情 这大建筑公司 有个董事长 叫做大和 是日本建筑行业的带头人 这个人也是越后的人 田中角融口袋里 装着一个当地人 写大和的介绍信 他就没敢拿出来 搞过这个大和 结果这天上电梯 电梯来门开了 人都不上 这田中角融 毛手毛脚 登登登就上了 进去以后 看一个老者 后头走进来了 开电梯那女士跟他就鞠躬 他就知道这个人是大和 田中角融觉得自己非常不礼貌 大和可能看了眼也没说话 过了几天他又坐电梯 他一看大和又来了 他也懂事了 他就站在旁边站着不敢动 大和上去了 这个大和就招着手 让他们上 田中角融就上去了 大和是去六层 田中角融去五层 就没按电梯 大和按到六层 六层是最高层 停了以后大和就 这个小伙子啊 你是上几层啊 他说上五层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按电梯呢 他说您工作忙我不打掉你 好 你以后到我办公室来他吗 他就到他办公室去了 掏出一封信来 我是越后地方人 越后咱老县呢 有人给我介绍你 哎哟 你这信怎么不早拿呀 他说我看您工作太忙 哎呀 我这是一笔大的订货 包给你们吧 田中角融从此 这个扶摇直上 所以就工作来说 他比你忙 让他现在是对的 作为员工呢 先让领导上他的层 然后你再上自己层呢 你用肢体语来表达 不要说出来 是吧 领导的最喜欢的员工 是你做了事 不要感激 然后他心里感激你 如果你说得很明确 我再跟你做事 你记住我 他领导呢 就会发现你这个人呢 要工的 是吧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你 先问领导去几层 按好了 是吧 等超过你那层以后 你再按一下你那个层 假设领导十层 到了第六层的话 你再按五层 多数领导会注意 如果没注意也没关系 是我内心的尊重了 不把它说出来 就是最好的 如何与同程电梯的领导相处 就有一个人叫做 亚伯拉罕·爱因斯坦 他在电梯里悟出了一个 惊天动地的大道理 那就是广义相对论 他就发现 电梯外下降的时候 拿一个手绢 你撒手 手绢飘下来了 电梯往上升的时候 你撒手 你手锢 还是这样飘的 这是什么呢 叫等效原理 就是在这个电梯 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头 内部 是等效的 你和手绢是一样的 抄在电梯外头 是不等效的 所以电梯里有等效原理 所以你跟那个领导两人 是等效的 就在这一个小小的天地里 你俩是平等的 你不要矮三分 所以你就平平等等 高高兴兴 给他也创造好心境 你也创造好心境 该说就说 不该说就不说 孔子不说过吗 当语之言 不语之言 是诗人 不当语之言 而语之言 是诗言 该跟他说话的时候 你不跟他说话 是你把这个人失去了 不该诗人说话的时候 你偏说话 是你说错了 所以领导正在心里想事呢 他刚挨了上层领导的批 他们股票跌了10% 刚回家让老婆骂了一顿 你在这非得拿语言 跟他说话打搅他 他会非常不舒服 所以这个东西 就有感觉的 你觉得你俩别扭 多半就是别扭 别扭你就别说话就完了 就只到没这个机会就完了 你不能把非没有这个机会 你把它偏得就变成这个机会 领导有时候也挺尴尬的 为什么呢 他也不知跟你说什么好 你也挺紧张的 他也想安闻两句 但多数情况下 你更尴尬 反过来说 领导也是人 他也有一颗受伤的心 他也需要抚慰 不定两下被炒鱿鱼了 你作为一个安全的人 虽然你不说话 你在眼神上 身体上 你发誓一点善意 你祝福他一下 也未尝不可 你不能一天到晚为自己想 他也不容易 他也挺尴尬 教给大家四句真言 顺水推舟 听其自然 你还有心情呢 你也是人 你今天懒得说话 你今天累的话 你就不说话 他是天大领导 我也今天懒得说话 我就不说话 你的心情也很重要 在电梯里哪些话 不应该讲 电梯里说话 一定要注意 电梯里有很多人的时候 你不要谈你公司的事 对别人也不尊重 对你公司也不尊重 就不在这一分钟里 高团扩论 说你们公司 咱公司业绩怎么怎么着 离领导和王领导有点矛盾 张领导跟秘书有点关系 这都不用谈 举例来说 我们Carton College 我们学校一个招生办公室 这个人叫查理 到中国来招生 招生他上旅馆 这人比较胖 一上电梯以后呢 他说这几个学生 说中文是在说我太胖 两人说话 那个校内表情 看得一眼 两人自己焦头接耳 他说这几个学生 正好还是报名 上我们学校的人 我还面谈 引号没说 这几个人 我一定不会录取的 你说外国人啥 外国人可能 西方人进入资本主义世界 比咱们长点 是非常谨慎的 我们国家人有个特点 敢冒险 这个事 99%没事 我就做它了 太乐观了 你别忘了 你99%是不出错 做100次 你不就一次出错了吗 你一上电梯 就骂你们领导 你骂了100次 就有一次传到耳朵里 你就不必 说这些不该说的话 电梯是一个 从建设生活 从生活中 到工作中的一个过渡 在这个过渡中间 我静一下 用老子的话说 我 守静度 勿以观其福 对吧 我置须及守静度 我 专气之如 能婴而乎 就是 专气之柔 我像柔软 我注意我的呼吸 就好像婴儿一样 你在这一分钟 休息一下 对吧 也未尝不可 一个人呢 要以人为善 心中呢 充满了善意 心中充满了美 我们讲和谐 我们和自己 怎么和谐 建立一个平静的 一个内心深入美 所以呢 这电梯这一分钟呢 也是一个写照 游密网 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 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 等多方面的 成长心得 你碰上你喜欢的 你孩子怎么办 小点天天 你看人家喜欢不喜欢 你俩人有感觉 你俩人一站 眼睛也好 视频也好 你看人有没有感觉 一点感觉没有 就算了 游密网特别制作 问答节目 在路上 如何在电梯里 向心仪的人搭话 现在这个问题 问得挺好 说明这个时代 生存更要紧 因为你的生活压力太大 这个生存不是活不了 而是你的标准太高了 房子 车 职业 没房子 没地 你也浪漫不了 对方也是急功近利 所以两人 你奔了经济成功 其他都成功了 这感情问题 好像搁得其次 这也是我们时代的悲哀 所以电梯一分钟 咱们超脱一点功力 比较好 你碰上你喜欢的女孩子 怎么办 眼睛也好 肢体员也好 你看人有没有感觉 一点感觉没有 就算了 如果你实在弄不清楚 你可以试试 冒点险 聊点前天 咱俩一单位呢 看看人怎么反应 跟他谈一般问题 你别说吓着他 任何人 对你有好感 没好感 都不喜欢 一个人 有 粘上你的 潜在可能性 都怕这种 所以你 如果这个表现出来 有可能 要粘上对方 你虽然好 他也让你三分 所以你有点超脱 电梯中的表现 是你 人素质的表现 不是说你在这一分钟 怎么办的问题 如果你素质高 条件好 各方面都好 你就会必然地表现好 过去这句话叫做 台上五分钟 台下十年功 是吧 电梯上一分钟 电梯下十年功 你平常爱读书 喜欢锻炼 身心健康 你散发一种 洋溢着青春的热情 你像一团火 你像一片鱼 你上了以后 自然的 大家都觉得你很特别 你本来 微微缩缩 条件也不怎么样 平常也不努力 也不喜欢看书 也不喜欢锻炼身体 你想愣个人女孩子上 你想找白雪公主 你也不是白婉婉子女 如果你的实力好 她会喜欢你 这种情况怎么办 你试试做的 你何必憋死呢 是吧 你就正常的试 别吓人的试 有点闲天 天气怎么说 这个你上哪儿集团 咱认识不认识 两句话就知道 它有可能没可能 我建议的人 就是跟他一般的试试 然后不行就拉倒 别自己折磨自己 在电梯里怎样 做一个受欢迎的人 电梯里仪呢 总之是让人先进 自己后进 进去以后呢 你往里走 让别人好有地方站 不要挡在门口 在国外都有这种风俗呢 就是你先进以后 站在那个电梯 你按钮旁边 你问大家 你按几层 你让你为大家都按一下 然后出去的时候呢 你如果特别客气 你拉着电梯 让别人先出去 然后你后出去 对领导特别尊重 你让领导先上先下 是吧 如果这个 在外国的女士尤先 是吧 女士先上先下 另外呢 在电梯里 笑是好的 但是冷笑 有点不太好 我又是上电梯 就冷笑 在美国那个明尼苏达州 太胖了 都挺着大 都上来了 我说这会儿 电梯也限25人 我说这一人顶四个 我算了 电梯被他摔下去 我就冷笑 这个实际上有点不太好 电梯呢 是不会落下去的 大家都不会担心 电梯的发明是奥提斯 是吧 奥提斯的贡献在哪呢 就是电梯的绳索 一定断了的时候 他不会往下摔的 就是在185几年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实验 把电梯 大家看着电梯身上 有绳索拉着 把电梯绳索砍断 然后哭 落一段停住了 电梯有这个反的齿轮呢 使它不落下来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是不危险的 另外呢 这个 你在电梯里的姿势 肢体员 我自己喜欢的肢体员 这个电梯不都是 钢板怎么样呢 我就借着机会调停一下 我站姿 我就靠在这个包板上 你就发现自己 平常待的是 弯的 人人都是弯的 借机会调整 调整这个站姿 靠直挺起来 这个外表的美啊 是内心美的那种表度 你内心美呢 就自然洋溢出来 所以内心繁繁造造 哎呀 充满了遗憾 充满了不愉快 别人都看着 也很不愉快 所以呢 你对周围的人 也充满了善意 我祝福每一个人 我们诗诗修来同船柱 百诗修来共整棉 咱们五诗修来一电梯 坐在一个电梯 也是有缘分 四目相视 男女也好 领导也好 咱也是一个缘分 咱把这段 小小的一分钟 你把诗化 神话 美化 我对世界充满爱 你就欺人了 你也美 世界也美 如果电梯里来了一个 忧愁的人 烦躁的人 悔恨的人 大家 一人相遇 满电梯 也为之不欢 对吧 你爱自己 大家也爱你 你爱世界 世界也爱你 所以这种人 是大家最受欢迎的 麦克希理论呢 他为什么说电梯理论呢 他想用这个电梯 来说明时间之短促 在一分钟之内 把你话说清楚 所以第一句话 给这个震撼 第二呢 要简短 第三要把主题分清楚 假如说你是卖照相机的 第一 你这个照相机有什么特点 我这照相机 最大的特点 是和手机三G相连 我照了以后 可以发送到我的电脑中去 就十秒了 第二 我这个照相机很便宜 第三 只有我独家生产 别人没生产 一共三句话 每句话十秒 切忠要害 这件事别人没做过 第二 主题分明 可以和计算机联系 可以印出来 第三 你这句话 三十秒解决了 所以呢 你要谈什么事 一定要说清楚 你跟老师请假了 你说张老师 现在有世界杯 我可不是爱看世界杯 我妈病了 我要不看待这个 我爸爸也得请假 我爸爸要请假呢 我哥就得替我爸去 我们家就不能开火了 你说了半天 你到底要说什么呢 你就不如跟老师说 张老师我要请假了 我妈病了 什么什么病 请你准假 所以你不用兜圈子 很多人说话的时候 别人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以为上来的时候 先解释 认为别人会怎么样反驳你 然后你就跟他辩论 这是很多人的出发点 你把脑子那个过程 说给对方了 你不如先把你话说清楚 我到底想干什么 然后我想做什么 希望你答应 如果人家驳斥你 再把你那个道理说出来 很多人呢 别人还没驳斥你 先辩论 结果弄得大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为什么说电梯理论 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你事情说清楚 所以呢 第一点是直奔要害 上来就给他说清楚 第二呢 简短 因为只有一分钟吗 半分钟吗 第三呢 是主题清楚 是主题清楚 是主题清赡 还是主题的 是主题 Jeff 次第1次